哇 真的耶 表面就结一层可乐冰霜 一口咬下声音清脆 气泡版冰糖葫芦 不会太甜腻 吃起来还有气泡清凉感 网路上非常红的可乐糖葫芦 记者今天来实测看看 选择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葡萄 番茄 芒果或是凤梨 全都能做 接下来串成糖葫芦之后 现在已经串完全部水果 我们把它拿进冷冻冰两个小时 拿出结冻的水果串 在容器内倒进可乐和冰块 静待三分钟 看到外层结成薄冰之后 就可以享用 感觉就是泡在可乐里面的水果 它没有结冰 如果结冰的话 或许会蛮好吃的 可能番茄要再挑甜一点 然后要再泡久一点 少了厚厚的糖衣不会太甜 用甜度高的水果做也好吃 而最近同样很夯的自制冰品 还有这一款 开罐把玉米全都装进杯中 接着把甜筒冰淇淋加进玉米杯 让民众惊讶表示 吃起来就像刹冰加上玉米粒 和炼乳 每一口都是满满奶香味 牛奶冰淇淋 对啊本身就有奶味种嘛 对啊 玉米像 那是像我们玉米浓汤的时候 会加一些牛奶 有没有 对我就感觉就像那种 然后是 这甜的 还可以再吃一口吗 好饿哦 它有罐头的味道 玉米就待在蛋饼里面就好 炎炎夏日 民众玩创意吃美食 还能享受DIY的乐趣 食材看起来奇怪 但吃起来却可能相当惊艳 商业新闻学长王丽华特博报导